左下腿 拉近的感覺 左下腿拉近的感覺 我剛才看到了兩個畫面 一個是我靈拍子的畫面 另外一個是戶外的畫面 戶外的畫面 一個是我在靈拍子裡的畫面 另外一個是戶外的 戶外的是什麼呢? 戶外的 戶外的 未來在戶外的就是一個充氣人 往很高很高到天上 人家確認這不是人的能口 然後又見個大人 生理的我 一個戶外的我 一個生理的我 實際上都是為了傳遞宇宙訊息 傳遞宇宙訊息 到目前為止 能夠很順暢 又能保存下來的 又能保存資料下來的 也只有這邊了 因為只有這邊了 所以現在他們那邊就是用這個方法 包括我在靈拍子裡的活動 也包括在他們的規劃範圍之內 實際上看起來我是獨立的 實際上是他們的領導 是他們的領導 所以呢 傳遞信息 傳遞信息 前面 我講了 前面我講了 他們開始 我最近寫的 我從學日一開始 然後我見到我日本媽媽 然後見到她以後 她身上的車戶引起的病得火了 實際上轉移告我中國媽媽那邊 然後把這個 自己的關係搞明白 這一切都是外星人安排的 最後 我靈拍 解開了這樣的謎 然後跟太陽的二次工程 和一性工程的外星人聯繫上 接軌上 然後明確了自己的任務 這個花了三十年 這個 花了三十年 後面 速度要快了 因為明確的任務以後 基本上給到的信息很快就不會解開了 現在的困難是在於 怎麼傳給大眾 後面要做的很多的事情 就是 螺口傳給大眾 好 明白了 螺口傳播給大眾 一方面我在森林 我在林派市裡面 把信息收到 另外一方面 外星人在戶外 建起了一個極大的一個充氣的人 非常地高 但我們 它是原理上是打氣 升得很高 但是地球人不知道 只看到一個一個大的 這麼大一個 像建築物一樣的 這麼大一個 所以想這個地球人搞不起來 然後再送一個雕像 原來長相是我 人家想的應該有事找我 然後把信息告訴大家 就這麼一個過程 講的是這麼一個事情 好 那明白了 明白了 這麼一個事 好 再見 再見